哎呦 这人家做的玩意 我这吃出小时候味道来了 干啥的 兄弟们好久没吃群酱了 今天找到一个 专业式群酱饺子的地方 那进去看看怎么样 中好 欢迎光临 你家干多少年了你家 咱咱咱到外食多年了 是老店 这是群酱啊 对 这是群酱 咱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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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 这小主自己做的 对 肉皮香肚 纯肉的 牛王这小太有食欲了 那小主过来半个行吧 行行 干肠下酒干 给我来一个 猪尾巴必须过来一个 猪尾巴 不是老门你家怎么多鱼呢 葱姜大鱼头是特色 鱼头是胖鱼的鱼头 蒜蓉粉丝蒸血肠 这个真没吃过 上这种老菜馆啊 必须点过方肉 传统黄膜扣肉 今天来他家就是盖肉 来扣肉 群酱馆的那达到这种档次啊 都已经算星级标准了吧 这拍照打卡都够用了 以后多少个包房 二楼是一共八个 对 这过年上这咖啡聚会啥 那可以啊 够用啊 我六个人说这卡台 不也够用吗 我看这群酱饺子馆 这不也站起来了吗 也登上大雅汁堂了 我看 四季老先生 您的群酱饭哪好了 这纯纯下饺菜 必须得整点八加一啊 一会儿我老丈爷来 我俩喝点 行对吧 先敬你们一杯 先来一口啊 你们先喝啊 哎呦吧 这烧鸡 这里边带汁水的 太有食欲了 这群香味老浓了 这人家坐着完 我这吃出小时候味道的 干啥的 南方的小土豆 熏酱的骨架 你们吃什么吃过 他家熏酱的味道 我跟你说老盖了 就这口我都拆好几个月了 吃这个肉 我一点都不拆 熏酱味老浓了 这个干肠 还有这小肚子 是我们哈尔滨熏酱的标配 吃起来啊 没有那么干 而且要有淡淡的 俘虏汁的味道 这一下子我跟你说 喝它一斤白酒 没毛用啊 老丈人来的话 我跟你说都得疯 熏酱的猪也比较老香了 我小时候我妈妈跟我说的 小孩不让吃猪尾的 走夜道的时候 后边有人跟着 但是现在我不怕了 我长大了 我啥都不怕 我一点没夸张 他家熏酱绝对是干了 还有老师锅包肉好了 没有 东三省全能做锅包肉 但是我最爱吃的 还是我们哈尔滨的锅包肉 酸甜适中外酥里嫩 里边是里脊肉 他家中午的人真多 好 传统黄包肉 没有 这菜太牛了 连肉带菜还带主食 今天我来他家主要就是燥肉 什么叫虾尔不腻 这就是虾尔不腻 应该是这么吃 这么一夹 这个纯纯的肉价膜 这肉还没少给呀 这肉我还有一股 好 下边黄膜 我觉得就这菜 来碗大米饭 这搭啊好吃啊 饺子旧酒 越喝越有 你就来就完了 海胆馅饺子吃过吧 又鲜又嫩 大喊的味道 蒜蓉粉丝蒸雪茬 什么用 该说不说 这老板挺多研究啊 这个雪茬我爱吃 雪茬做得好 这里边用大油罐子 真香啊 就我们东北的雪茬 我百之不厌 那个我听说沈阳有个小 叫牛逼产尚的啊 三楼子喝酒挺能喝 我挺不服你的啊 有机会来哈尔滨 我给你劈配一下了 喂老郑 我等这么长时间还没来呢 咋的 给隔壁的网网焯水啊 你看那我给你打包回去得了